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徐玉兰 霍林县议会临时大会18号是进行了二三读会 议员们逐条审查有关矿石税序幕条例的地方自治法 而相关的法条也引起了在场议员诸多的严谨讨论 花莲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十五十六次临时会二三读会 一开始就对于矿石税的问题活力全开 然后七十八还在观察 你要讲什么话 就看你在前面做的 实际人们说你一定有什么意思 我才会说 以本级执行规范内容条规律 若湖湖港广场 不依于地方最多数条 即目前湖湖一系五有股间申办 尊重扶手会 土地编分编定案将一法延审处理 而在二楼的环保团体也在议场上举着标语 希望议员们能够在这一次的序幕条例审查中 能够有严谨的态度来做审议 让这些业者对于所有反补方的这些民众 产生对立反感 以及认为在针对他 但是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们不让这些已经进驻县里申请的案件通过 让他继续进行而造成了一种冲突 由两个法条都事关重大 对于花莲县的乡亲 在生活条件与环境的保护上 有相当大的约束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而对于部落的影响 原住民议员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一次的临时会审议的地方自治法 关系着花莲县的产业发展与生活环境的保护 以逐条审议的方式来进行 据了解至目前相关的制制条例还尚未完成审议 获利县议会做成决议 下午是由县政府来邀集公民团体 再一次召开说明 序幕制制条例 明天则是继续审查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起碼 明天则是继续杀之王 优势